这次主要几个淹水点 当然也包括左营这个曹公军这一段 我们立刻来对症下药 承诺高雄市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高雄市政府这个团队绝对不敢松懈 韩国瑜严防淹水 但七一九大雨还是造成高雄多处淹水 22号晚间韩国瑜在脸书发文跟市民道歉 这次好与高雄人有淹水是事实 身为高雄市市长绝对不推卸责任 我们一定会持续努力 其中也特别提到 目前预计情谊作业全部完成 还需要两年时间 不仅表达谦意 也感谢辛苦的市府同仁 但民进党抹黑沙汉大戏却悄然上演 7月20号上午 第二次工作会议由李四川主持 韩国瑜遭质疑神隐20个小时 为什么离开现场 一个台风警报 我们是72小时作战 甚至是96小时作战 就是我的同事一天三班不眠不休 他都基本上精神紧绷 你要是一个部长或是一个首长 开设完以后 你就一直坐在那儿 那惨了 所有人的精神全部绷在那里 韩国瑜立拼清狱 有没有效果 市民全看在眼里 一举一动都被放大解释 韩国瑜不打政治口水战 一心只为市民国家而战 谁在认真做事 人民最有感 记者综合报导